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帝君并非那个意思 凤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这青秋 你觉得有些无聊了是不是 太成功里头 仲林将你照顾得很好 连颂还能陪你下棋 我 东华慢慢脸了眼底的笑意 问他 你还想说什么 凤九叹了口气 老实又恳切地应道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日不长 也算经历了许多 眼下我却觉得 似乎并不是那么了解你 东华眼中闪过一点诧异 抬手替他斟了杯酒 你喝喝看 这个酒可还喜欢 凤九接过杯子 小心地舔了一口 见东华嘴边露出点细血之意 突然醒悟那是他作为一只小狐狸时的喝法 顿时红了脸 东华眼神一动 抬手就来摸他的脸 凤九微微侧过脸一朵 他的指尖恰好自他脸颊上扶过 猛地一愣 叫了他一声酒儿 凤九慢慢喝着手中的酒 一杯喝完才向东华笑道 很甜 不像我们平日喝的酒 东华抬手又替他倒了一杯 慢慢喝 你若是喜欢 日后我替你多酿些这种酒 凤九自然十分高兴 连连点头 喜欢 很喜欢 东华瞧着他那样子 嗓子一哑 问道 你方才说 不够了解我 凤九了那一声 抬手替东华布菜 很认真地想了想才说道 我们青秋 确实是比较无聊 除了米谷 也没有什么可使唤的人 你日日陪着我上学 练剑都无法好好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东华突然打断他 你觉得 我喜欢做些什么事 凤九舔了舔嘴唇 一一数来 下集钓鱼看书 这是你最喜欢的 其他的 调制香料 注件制桃在花作画什么的 你也很是擅长啊 东华默不作声地又替他倒了杯酒 才开口道 那你可知我 为何喜欢做这些事 凤九点了点头 从前我便想过 你们这些远古时代的神尊 活得太久了 总得找出些事情来打发时间 你做什么都做得好 大约也是因为太无聊了吧 东华极为赞同地点了点头 为他吃了点菜 脸色终于稍微好看了些 你既晓得我无聊 那我为何会想念太成功 在青秋狐狸洞中 就数凤九 酒量最浅 东华此番取出的是 酒从天上花神酿的蜜果酒 入口极甜 回味芳香 就如饮果汁一般 只是这酒后劲却十分凶悍 凤九不知 只觉这酒特别好喝 一杯又一杯问东华讨要 东华今日十分大方 有求必应 不知不觉他已喝到半醉 有些神志昏昏 瞧着东华一个劲傻笑 东华帝君忍笑 瞧着凤九 抬手又替他倒了杯果酒 轻声问他 眼下你是否可以告诉我 为何这几日不开心 凤九反应有些迟钝 思路有些飘 又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 牵着往前走 这点微醺的感觉 让他心头松快了不少 他抬手摸了摸东华的脸 闻了一声 不错 我那天便想清楚了 其实 那句话是骗你的 东华不动声色地继续问 什么话 是骗我的 好像是凤九摇了摇头 想得有些艰难 又将杯子里的酒喝了 板起脸孔 凶巴巴地抬手 点着他的前胸 那天你嫌弃我不思进去 不认真听弗里克 你说 你是不是后悔喜欢我了 我从来便是这副模样 你不晓得吗 东华哑然 抬了抬眉 原来你在想这个 凤九将手中杯子 往桌上重重一放 憋出点气势来 我轻揪白凤九 也是很招人喜欢的 你晓不晓得 若不是因为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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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 突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愣愣地抬头看着东华 我想说什么 东华望着他 驼红的醉眼 嘴角有一点笑意 你很喜欢谁 东华 凤九觉得一股热意直冲脑门 头有些晕 眼前这个人 是他最喜欢的东华 他伸出双臂搂住他 脸在他胸口蹭了蹭 又抬起头来认真地同他讲道理 有一个道理 不晓得你明不明白 东华抬手揽住他 将他拉到自己腿上 手掌俯着他一开始发热的后背 什么道理 凤九官顺地点点头 这也是我心境悟到的 喜欢这个东西 很没有道理 就像我喜欢佛林花 并不是因为它特别漂亮 特别香 你喜欢什么花 东华一愣 大概是凤尾花吧 说着 微凉的手指已经俯上他的前额 凤九得了他的答案 也为细想 更为瞧见东华眼底深沉的眷恋之意 继续往下说 好的东西固然惹人喜欢 可是 有很多东西 瞧着并不很好 也很招人喜欢啊 或许还特别地招人喜欢 说着认真地盯着东华 指望他能领悟他的言下之意 东华想亲他又想继续逗他 内心很是挣扎了一番 终于咬咬牙问他 嗯 确实是个道理 你还想到了什么 凤九很高兴 觉得这是他终于认可了自己 顺着模糊的思绪往下说 比如说 我喜欢你 可不是因为你那些英雄事迹 也不是因为你是天地共主 我不是那样庸俗的神仙 说着 抬头冲东华笑了一下 又停住了话头 东华晓得他此时已有些猛 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自然有极佳的耐心来哄他 那你喜欢我什么 我倒真的从不晓得 凤九点点头 我细细说给你听啊 一是你长得好 说实话 比我小叔长得漂亮多了 二是你打架特别厉害 骂人也特别厉害 做什么都很厉害 三是 你偶尔也会对我好 在我有需要的时候 都会来救我 他停了好一会儿 像是陷入某些回忆之中 过了许久又问他 我数到几了 有没有说你长得特别好看 你穿紫色衣服很好看 走路的样子也好看 不过 其实你一个人孤零零 待在太陈宫里 我很有些心疼 东华嗡了一声 让他在自己腿上坐得更稳当一些 我晓得 这世上 只有你一个人会心疼我 凤九过了许久没吭声 在开口时声音有点闷闷的 我自然会心疼你 可是 我心尽突然有些想明白 或许你喜欢的人并不是我这样的 哦 还有这样的事 东华不动声色地接过话题 继续问他 你是怎么想的 凤九里了李斯路 这一次倒是讲得清楚又明白 你喜欢的人 性格好 又懂事 又能干 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 其实我不是 如果你非要我成为这样的人 我也不是不能试一试 可是 我心里是不乐意的 你明白吗 他叹了口气 从前 我很喜欢你 为了你命都可以不要 觉得 为了你 什么都可以做 眼下才晓得 就算真的什么都可以做 却未必做得很开心 东华抬了抬眉 准确地抓住了重点 声音都有点冷 从前 你很喜欢我 现在不喜欢了 凤九摇摇头 喜欢啊 只是 话说了半句 突然傻笑了起来 东华等许久不见他往下说 气急 发狠说道 看来你不光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